说的是2269药名生物 上星期二配股 当日整个裂口下跌裂口就跌下来 但其实之前一天,更是这一天,放大给大家看 前一天,即是4月26日 已经在高位出现射击之声利淡转向形态 又是,大家一听到利淡转向形态 先决条件是什么?是先前要出现持续的升浪 升到一轮之后,才出现的利淡转向形态 才是真正利淡的 相反,如果是利好转向形态 先决条件就是,先前要出现持续的跌浪 这点大家要先搞清楚 因为刚才也提过了,稍后会讲好几种的阴阳烛形态 讲回4月26日的射击之声 上星期四,跟进京东健康的时候也提过 蜡烛的上影线很长,而新区和下影线很短 具体即是怎样呢? 标准形态是,上影线的长度是蜡烛 新区的至少两倍 由于这一支是阴烛 上影线即是最高位和开市价的距离 最高位和开市价距离即118.4 减115.7就等于2.7 而蜡烛的新区即是开市价和收市价的距离 即是115.7-114.8 换言之是9毫 即是上影线是蜡烛新区的三倍 完全符合资格 够了标准的射击之声利淡转向形态 出现了这个形态之后 即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当日的最高位 118.4是后市的重要阻力位 如果之后2-3个交易日 出现高过118.4的收市位 才叫做正式破坏了射击之声利淡转向形态 结果大家肉眼都看到 是破坏不了 虽然射击之声在阴阳烛利淡转向形态之中 威力只是第四大 但大家都看到 随后即是上周三和周四的高位分别都是112.2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位置 112.2 下一日同样都是112.2 即是说未完全保得下跌裂口 所以我们是不可以看少射击之声的威力 射击之声刚才提过 在阴阳中分析法之中 利淡转向形态是第四大的威力 它的威力都不可以看少了 威力更加强的利淡转向形态 我们转张周线图 就会有更多转向形态 周线图是什么意思? 即是每支蜡烛代表一个星期的走势 这一点上个星期都提过 希望大家都还记得 集中看看1月22日 即是这个星期 1月22日的星期 和1月29日的两个星期 这里有个利淡转向形态 大家知不知是什么呢? 和之前提过的穿头破脚 就很似的 有点似的 持续升浪之后 出现一支长生区的阳烛 随后那个星期 开市位就高过阳烛的收市位 即是穿头破脚中的穿头 但是阴烛的收市位 就没有低过阳烛的开市位 即是没有破脚 只是低过阳烛烛的一半 这种形态 我们就叫做乌云丐顶 大家看到这支阴烛的收市位 即是109.1 肉眼都看到是低过阳烛的新区 即是烛烛的一半 所以就是符合 刚才所说的乌云丐顶 利淡转向形态 大家听过名字都知道 有个乌云就压住了在头顶 当然不会是好事 但是它既然没有好像穿头破脚那样 破脚 即是说 在2月11日的星期和2月19日的星期 就出现多个利淡转向形态 这个是什么形态呢? 相信大家都懂得回答 就是穿头破脚 只是前一个星期 即是2月11日的星期的阳烛 新区短了一点 但是仍然都是符合穿头破脚利淡转向形态 上个星期讲给亚迪的时候 都详细讲解过 这个形态的最高位 即是128.9 已经成为了中期后市的重要阻力位 大家又一起看一下 这一次的穿头破脚之后 有多利淡 连续两支阴烛 不过 若果大家细心点看 但一支阴烛 就几乎是由头沽到六尾 即是2月26日的星期 几乎由头沽到六尾 因为大家看到 上影线和下影线都非常之短 而下一个星期 就似乎跌势就比较收敛了 高开 曾经冲过上去 之后跌回来 不过 收市之前 又由低位上回一点 就算是没那么差 接着那个星期 我们就叫做十字体 这个形态 十字体和十字星 如何分 之前都提过 十字星的重点是 整支蜡烛和前一支蜡烛 是完全分隔开 没有重叠的部分 大家看到 有重叠的部分 没有分隔开 假如 有个十字星 有个蜡烛的形态 是低过 阴烛的最低位 这支阴烛的最低位 85.1 这样的话 那个形态才会是十字星 即是类似 这个形态是类似的 但如果低过85.1 那个位置 就会是十字星 暂时 3月12日 那个星期的形态 就是十字体 另一方面 第二支阴烛 就是这里 和这个十字体 又会形成一个形态 是什么形态呢 就是身怀六甲利好转向形态 身怀六甲 大家听名字都知道 即是拖着BB 我们将两支蜡烛形象化 假设有个妈妈 就大了肚子 BB就当然在妈妈的肚里面 即是持续跌浪之后 出现一支长身驱的阴烛 跟着出现身驱很短的阳烛 即是BB 而这支长身驱的阴烛 是包了整支短身驱的阳烛 所以这两个星期的形态 就是指多次给大家看 3月5日的星期 和3月12日的星期 这两支蜡烛形成的形态 就是身怀六甲利好转向形态 刚才也提过 这支阴烛的跌势 就已经收敛了 之后再出现代变的十字体 形成阴烛烛分析法里面 威力第六大的身怀六甲转向形态 之后 那两个星期就再出现另一个形态 是什么形态呢 是破脚穿头利好转向形态 情况与穿头破脚是刚刚相反的 即是3月19日的星期 和3月26日的星期 就是3月26日 先破脚后穿头 接着股价就展开了明显的反弹 不过去到上两个星期 又出现一个利淡转向形态 这个是什么形态呢 即是4月23日 和4月30日这两个星期 这个形态 刚才已经说过 就是乌云丐顶利淡转向形态 为什么呢 穿了头 但是没有破脚 而阴烛的收市位 只是低过阳烛的新区的一半 这个阳烛的新区 就是105元 再加115元 这里开阔 随意义 就等于110元 大家心算都算到了 而这个星期的收市位 就是109.5 刚好低过110元 换言之 形态的高位 118.4 就是现在后市的中期阻力位 进一步印证 这个位置很关键 因为刚才在日线图上 都和大家看过 118.4 同样都是射击之星的高位 所以118.4 是非常之关键 从阴阳烛分析法的角度看 若明生物中期后市的走势 向下的机会 就比较大 那会跌到什么位置呢 我们假设128.9 是括弧三浪的顶 之后走的括弧四浪 就是G字形 大胆 假设118.4 就已经是括弧四中B的顶 之后的C浪的下跌 理论上 就会是括弧四中A的长度的一倍 括弧四中A就是多长 刚才 画鼠都指了给大家看 括弧四中A就是128.9 减77.7 这个就是括弧四中A的长度 若果一倍的话 由188.4就减回到刚才的长度 刚才的长度就51.2 答案计出来 就会是67.2 不过 大家不要听的数字 觉得很可怕 就一定会跌到这个位置 因为括弧四中A 大家看到 已经跌得很深 即是沽家在这段时间 都订了不少货 所以 估计括弧四中C浪下跌 多数都不会那么深 我们先看括弧四中A跌幅的0.618倍量度跌幅目标 括弧四中A不再重复 即是这段距离 乘以0.618 再由118.4去减 得出来的答案 就会是86.76 大家都可以试试 要留意 我们看的是周线图 所以 这个是中线的调整目标 短线又怎样呢 短线我们要看一张日线图 目前日线图的图表 形势已经显着向淡 同样看到短期后市下跌的机会 都比较高 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 前一日 5月3号 低位是106.8 已经跌穿过配股价107元 大家要留意 今次是大股东减持 所以这个配售价107元的意义 就不算很大 若果真是配股 即是配股给特定的投资者 那个配股价的意义就会大些 因为有人在那个价 接到货 而今天的低位 刚才下午回来 又再跌多了 暂时是103元的位置 就已经到了前升浪的长度 黄金比率0.618倍量度升幅目标 前升浪是哪一段 由98.8毫半 即是这日 升到上118.4 这段升幅乘以0.618 再由118.4去减 答案是106.32 0.618倍就非常之关键 这个都多次提过 所以不再重复了 所以短期就是观望着这个关口 守不守得稳 若果这个关口正式跌穿了 是不是就要看98.8毫半 理论上是 但是我们亦都可以看一个长小小的升浪 长小小即是哪一段 现在立刻画给大家看 就是84.2毫半 3月25号的低位 由84.2毫半升到上118.4 这个长小小的升浪的 0.5倍 和0.618倍的量度跌幅目标 分别会是101.33和97.3 101.33 越说股价越跌 越非常接近量度跌幅目标 大家看着 101.33会不会跌穿 如果跌穿的话 那就自然会看98.8毫半 和刚才提过的 这个长小小的升浪的 0.618倍量度跌幅目标97.3 大家平时不是很喜欢看齐头关口 但是用神奇数字计出来 100元的齐头关口 支持力就并不是很大 我们一起来自行的 希望赚下一个